在5月2号星期一晚上 美国媒体Politico突然发出了一篇独家报道 瞬间变成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并且马上引来了大量聚集者 在最高法院门前抗议 这篇引发了强烈公众舆论的独家报道 就是公开了一份泄露的最高法院 关于审理堕胎权的草案 这份泄露出来的草案证明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 一致同意推翻堕胎权的裁定 被泄露的文件是起草的第一版草案 是由大法官阿利托 Samuel Alito撰写的 在这个法案中 除了他本人支持推翻 还有其他四名保守派的大法官 也都投下了赞成票 分别是大法官托马斯 Claris Thomas 葛萨奇 Neil Gorsach 卡瓦诺 Brett Kavanagh 和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 阿利托法官在文件中明确的表述 罗素韦德案 以及计划生育组织素凯西案 必须被推翻 因为宪法没有提到堕胎 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隐含的保护这种权利 他还说到罗素韦德案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 他的推理异常的薄弱 而且这个决定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 罗素韦德案和凯西这两个案件 非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堕胎的问题 反而引发了辩论 加深了更大的分歧 堕胎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 宪法并不禁止每个州的公民管理或者禁止堕胎 但是罗素韦德案和凯西案侵占了这个权力 我们现在推翻这些决定 将这一个权力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其实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的宪法里面的确是没有提到过堕胎 所以联邦政府没有职责去管堕胎这件事 是否应该堕胎 这个决定就是应该回到各个州政府 在1973年罗素韦德案导致的美国堕胎全面合法化之前 原本的处理方式就是每个州都有权利 要不要允许他们州的医生对女性进行堕胎 有的州是全面支持的 有的州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说不能杀婴儿 这个国家一直都是以这样的模式运行到了1973年 在1973年当时的最高法院 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任何宪法文本的支持 没有任何标准的情况下 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把杀婴儿这件事情当成国家大事 要从联邦的层面批准 杀婴儿要从上往下杀 全美国都可以有权利来杀婴儿 从那个时候起就把堕胎权掌控在了联邦法院的手上 这件事不合情也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情况下 美国就开始了受联邦法保护的 每年对600多万名无辜婴儿的大屠杀 那么这一次最高法院的草案被泄露 也是这个国家史上第一次最高法院的草案外流 这表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下 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可以这样轻易的被偷出去 然后公之于众吗 从来没有一个法案的判决会在还在审理当中 这样的情况下被外泄 从来都没有 这件事让最高法院的合法性降低 而且让整个司法部门颜面扫地 那么把这个草案泄露出去只是为了要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让整个社会给最高法院带来极大的压力 他们只要让支持这个草案的四个大法官中的其中一个转向就好 因为最高法院一共有九个大法官 现在支持这个草案的有五个人不用多 只要其中的一个转向就好 这个判决就不会通过 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这个草案被爆出来之后 这五名支持生命的大法官都在面临着暴力威胁 生命威胁 财产威胁的情况当中 那第二个 他们想要泄露草案的目的 就是要让民主党掌控的参众两院 还有全国所有的民主党人 马上开始起草 并且在短时间之内要赶快通过支持堕胎的法律 现在已经开始了 不仅如此 我们的老年痴呆症晚期患者拜登 一个因为支持堕胎而被教会禁止领圣餐的天主教徒 在今天早上针对这一封泄密的草案发表了意见 I just got a call saying that it's been announced that it is a real draft but it doesn't represent who's going to vote for it yet I hope there are not enough votes for it the idea that it concerns me a great deal that we're going to after 50 years decide a woman does not have a right to choose because one of the issues that this court many members of the court a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court have not acknowledged is that there is a right to privacy in our constitution I strongly believe there is I think the decision of his law was correct over ruling I think the decision of Roe was correct because there's a right to privacy it can be limitations on it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a human life and being is a question is it at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is it six months is it six weeks is it quickening like Aquinas argued I mean so the idea that we're going to make a judgment that is going to say that no one can make the judgment to choose to abort a child based on a decision by the employee I think that was way overboard 首先他承认了 这个草案真的不是拟造的 真的真的就是最高法院的文本 最高法院内部的工作环境 还是可以信任的吗 一个草案可以流出来 那就证明里面的人 想偷哪个都可以 法官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之间的信任 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在这之后 是否所有的法官都还能够 按照宪法来判决呢 还是他们会担心 自己的意见会被公开 他们会让宪法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 从而进行投票呢 其次拜登发表的这些言论 都是在给左派打鸡血罢了 除了严重的违反常识和科学之外 他此刻发表的这种言论 就是在给堕胎激进分子的行动火上浇油 或许他也想趁机挽救一下 他那个可怜的 几乎快要变成个位数的支持率 也要请各位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 这个被泄露出来的文本还只是第一版的草稿而已 最终的判决可能会在接下来两个月之内公布 希望这五名支持生命的大法官能够依旧坚定的支持他们的决定 不畏惧各种的逼迫 在最终投票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 明天5月4号加州的AB2223号法案也要在拨款委员会进行表决 再来回顾一下 AB2223号法案是一个允许可以杀死已经出生的婴儿的法案 杀死出生一个月的婴儿 不会有人调查 没有人会要负任何的责任 请大家拿起你的电话来拨打以下的号码 来反对这样无耻的杀人的法案 有时间的话 这些电话可以一个一个打 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拨款委员会的成员 明天就是这些人要去投票的 告诉他们你反对这个法案 让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投上一个反对票 那这些电话呢 我也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栏当中 欢迎大家转发呼吁大家尽快的打电话给他们 真理部是讽刺小说1984里面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 在这个小说里面 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根据现实的需要 来改写历史文献报纸和文学著作 取这个名字呢 就是讽刺所谓的真理 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事实 不仅是在小说里面了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独裁的国家都拥有一个真理部 这个部门呢 专门在对本国人民做宣传的工作 专门讲述国家要你相信的真理 于是为了我们的国土安全 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定繁荣 为了让我们的人民不再接受任何虚假的信息 拜登推出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 叫做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没错 真理部在美国出现了 这个部门专门打击虚假信息 事情的真相将由他们来定夺 虽然左派一直都在利用各大的媒体平台 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呢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们完全的亮明了身份 成立了政府部门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遮掩 他们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来了 那么谁会负责来定夺什么信息是真的 什么信息是假的呢 什么信息是国家让说的 什么信息是国家不让说的 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底是谁呢 这个人叫做Nina Jankowicz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 今年刚刚30出头的年纪 维基百科里面对她的介绍写到 她是专门研究虚假信息的 啊 专门研究虚假信息 这也算是个职业吗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 这个专门研究虚假信息的 刚刚上台 担任如此重要职位的年轻女生 她最近爆红的一条抖音 说的是什么 抛弃歌词之外 其实说实话 她唱的呢 还算是真的很不错 相比起研究虚假信息 她更适合去做音乐剧的演员 那这样的人到底是不是值得信赖的呢 她是不是真的能够分辨出来 什么信息是虚假的 什么信息是真实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专精研究虚假信息的 妮娜 说虚假信息的来源 都是从哪里来的 哦 原来虚假信息是按照党派来分的呀 其实我们都心照不宣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左派成立一个这样的部门 就是为了打击保守派发出来的声音 那这个国家呢 只允许有一种声音存在 那就是左派的光辉照万年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就这样 正大光明的说了出来 只要跟他们意见不一样的 那就是虚假言论 当然成立真理部这种事情 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尽管左派一直在使用媒体 来做他们的喉舌 尽管他们一直在使用各种网站 做什么fact check 一直在给老百姓洗脑 但是政府官方成立一个专门 为你辨别对错的对内宣传部 还是有点太夸张了吧 当然在几天以前 奥巴马就已经表达了 他对媒体这一块的不满 他说还不够 现在我们对言论的管控还不够 我们还要掌控更多的权力来管控 就在他说完这段话的几天之后 真理部就横空出事了 这还远远不够呢 怎么能够允许仇恨言论在我们的社会上散播呢 怎么能够提倡暴力呢 这些言论都不能够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 我们的电视上 我们一些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出现了 那么谁是制定这些规则的人呢 谁说什么样的语言算是仇恨言论呢 是创造真理部的他们 你敢想象吗 我们的频道被YouTube定义成国际暴力犯罪组织 我们为什么从来都不卖惨 说我们视频被黄标 因为我们每一集都被黄标 这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YouTube好像对我们都有自动设定一样 只要我们上传一个视频 他们马上就标上黄标 就连昨天Ethan哑着嗓子说了几句话 说AI News今天暂停一天 就这样的视频也被黄标 有观众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说 我们的视频是不是触及率被降低了 观看人数这么少不合理啊 是啊我也觉得不合理啊 我们的视频后期制作多棒啊 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大明星 但是我们长的也算是说的过去 我们的文稿虽然还有提升的空间 但是我们的信息都是真实的 而且穿插着带有最新的翻成中文的视频 我们尽量的努力给大家提升观感 那么随着真理部的诞生 我们或许会被打压的更加严重 但是请大家帮助我们一起来打破这样一个演算法 一起来打破言论控制的壁垒 我们每集完整的节目中都包含着几个不同的新闻议题 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 我们从最近开始除了会上传完整版 还会按照不同的议题切割成小的视频 方便大家来根据议题来转发讨论 也谢谢大家一直在支持我们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留言转发 也可以为我们来买一杯咖啡 鼓励我们哦 好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